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MING PAO CANAD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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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先把眉毛的框框畫起來 眉芳這個點呢可以盡量的畫翹一點 之後呢就把眉毛框框你的顏色補上 補上以後用眉梳戴一下 眉毛畫完呢可以用棉棒稍微把眉頭這裡的粉往下面擦一點 往鼻樑這裡擦來畫一個鼻影 因為Tiffonnie它的傷根也是非常的窄 我們可以順到這樣子畫一個細小的傷根出來 接著用KATE的藍眉膏BIE 因為剛才也說了Tiffonnie的眉毛是非常的濃密黑 所以不適合非常緩的眉毛 這次我們就用深一點的藍眉膏 接下來上眼部大地膏 因為這次來歐哈特的眼線比較重 所以眼影比較簡單 第一層眼影用到的是日月精彩限定的這一款單色眼影 色號是EX01 先用手指沾取一點 然後打在眼窩大面積 然後打在眼窩大面積 握起來也可以稍微的磨一點 接著我用到這一款是LizLisa的眼影 我不知道現在外面還有沒有再賣了 反正只要一款這種珠光感比較強的金色眼影來上就行 沾去一點 然後從正中央這樣子點開 眼影就可以了 接著夾一下睫毛 我看它MV裡面的那個睫毛並不是非常的濃密 而且沒有很捲翹 所以我們就不用平常的三段式夾髮 只要夾一遍就好 呈現出這種形狀 接著用愛理小物的眼線筆1號黑色來畫一下內眼線 筆頭記得把它削尖一點 在畫眼線之前先把睫毛夾一遍 這樣子就不會秤到眼線了 眼尾可以畫出一點 下眼尾帶到瞳孔下面就好 不要帶到太中間 接著呢拿一根棉籤 把眼線稍微暈染開一下 這樣就可以做出韓式MV裡面那種 煙燻的眼線效果 而且這樣子看起來 眼線也不會太濃 接著呢用到Kpaletto的眼線液 這次用的是最黑的顏色 因為要畫ティファニ的貓眼眼線 眼頭都是細細的帶過 眼頭細細的畫一條帶過 到了眼尾要呈這個形狀 就是眼尾這條線下來的45度 這樣子畫上去 其實這裡建議大家用眼線膠來畫 不要用這種鼻頭太軟的眼線液 畫線條比較困難一點我覺得 可以選用一款 你頭比較粗的 或者是用眼線膠來畫 差不多眼線是這種感覺 接下來刷睫毛用的是這支 Motin Mascara的眉紅色線長款 那因為這個妝容的睫毛 它不是非常的濃密 所以我們就自然的刷一遍就好了 因為以往的視頻裡面 我刷睫毛都是會用到Kate的那支 白色的睫毛打底膏 所以這次的妝容就不用了 下睫毛我們換成一撮一撮的刷 就是竖著這樣 接下來呢 因為我發現 Tiffany在MV裡面的下睫毛呢 好像有貼那種一處一處的假睫毛 所以今天我也用到這種一處一處的下假睫毛 但是由於我手頭上面沒有黑色的 所以先用這個紫色的來代替 貼在眼尾就好 貼兩處就好 因為我的下眼尾這裡呢 下睫毛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我貼在這個地方 接著上一下遮瑕 用到的是the same的 因為剛才上那種 珠光顆粒非常強的眼影嘛 所以難免會飛很多粉在臉頰上面 所以現在就可以用遮瑕來把它給蓋掉 那上一支視頻也有用到這個VDL 用到的海綿感是這個VDL的牌子 接下來上腮紅 那這支妝容呢 替放你它的臉上是幾乎沒有什麼腮紅的 所以我們就採用非常淡的一款腮紅就好了 用到的是Dolene Wink的這一款蜜桃粉 接著腮紅的位置也可以打得低一點 差不多在這一塊 因為這個妝容是比較性感一點的 不是可愛粉 所以腮紅可以打得稍微低一點 就這樣淡淡的拍上 就行了 那因為Tiffani它的皮膚非常的透亮 所以我們高官選用小剪刀這一款 11號色 我的額頭非常窄 所以要大量的掃高官 唇膏用到的是蘭姿的這一款 色號我忘記是幾號了 那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紅色和白色相間的一款 塗上嘴唇的時候呢 紅色這一塊向內 然後白色那一塊向外 就是這樣子倒著塗 這樣塗出來的效果就自動成為咬唇唇 塗下嘴唇的時候就要反過來了 就是正常的這種角度 白色在下面 紅色在上 差不多就這樣子 最後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Tiffani它的臉是非常的微臉 就是非常的小 所以我會用到一點小工具 就是這種微臉貼 這種透明的小膠帶 可以把臉部給提升起來 然後整體視覺看起來 臉部也會變小臉一點 貼在這一個位置 下額骨的骨頭上的位置 按住這裡 然後向後拉 貼到耳垂的後面來 這樣子整張臉就被提拉上去了 然後正面看起來也是非常微臉的感覺了 先把粉色這個撕掉 然後就變成透明的了 少上陰影把它給遮住 好 裡面的Tiffani的妝容視頻 那當然不能完全的反到 非常的像 只是我很喜歡Tiffani 然後她這次的妝容我也非常的喜歡 就分享一個畫法給你們看 也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視頻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